空中迴旋踢 再来一个旋转侧踢 每个动作精准到位 但接下来和一般印象中的 跆拳道很不一样 上一秒还在打拳 下一秒突然跳起舞来 TDS飞马跆拳道 是台湾首创融合音乐舞蹈 以及跆拳道的表演团队 近期密集训练 就是为了6月1号 开到的挺寒造势 创办人他接到了受邀 然后请我们过去开到表演 参加韩市长这一场 造势会的表演 这一次表演9位成员 最小的只有国小三年级 但动作俐落 丝毫不输给同团的高二大学长 空翻的特技 然后舞蹈 然后跆拳的基本动作 还有木板的特技击破 成军大概四年了 其实从之前就开始 一直就是重复在练习 对那为了这场表演 大概准备了两个月吧 TDS飞马跆拳道 2015年一现身就展露头角 更在2018年11月世界锦标赛 18岁以及12到17岁组别 拿下双料金牌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股气势 在凯道上交棒给韩国瑜 记者刘志展时温贤黄讯阳 台北桃园报道 超高的打击 好 好